欢迎大家来到懒人厨房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道传统名吃虚鱼 首先将葱切断 接着将生姜切片 锅内倒水调酱汁 倒入香叶桂皮八角草果 等水沸腾之后捞出辅料 也可以不劳取决于个人 倒入生抽 老抽 再倒入花椒酒 接着放两块冰糖 加适量的盐 等冰糖融化之后汤汁变浓 汤汁有点浓稠之后出锅 接着处理鱼 我们只取鱼的中间部位 鱼头和鱼尾可以烧汤以免浪费 将鱼的中间部分切成鱼段 厚度大概1.5至2厘米 放入碗内 开始腌鱼肉 放入葱段 姜片 加适量的盐 加一点料酒 用手抓匀 腌大概20分钟 锅内倒油 油热之后下腌制好的鱼块 注意一次性下的鱼块不要太多 否则鱼皮容易粘在一起 用筷子轻轻翻面 翻面的时候注意不要将鱼块翻碎 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盛盘 将炸好的鱼段放入调好的酱汁 浸泡大概10至20分钟 最后一道风味独特老少街仪的蔬菜名吃就完成了 大家快利用空闲区间做起来吧